這裡是水口溫 我今天來撿垃圾 哎呀 到這裡 它黏住了那個東西 厲害 頭十分鐘都很著弱地幫你撿 撿夠三個字左右 它就可以到處走來走去 但我很相信就是 每一個活動 或者做每一樣東西 其實它是會有得著的 你為甚麼不穿鞋 因為我對鞋裝不了 小朋友不是假裝出來的 它是完全那種無憂無慮 就是令我覺得很開心很自豪 你整個背著對上 天寒地凍 媽媽Sara 一早就帶著九歲的女兒 琪琪 來到海邊撿垃圾 不過 生女兒又怎會不知女心肝呢 媽媽一早就知道 琪琪撿了十五分鐘 就會自有活動 這樣撿法 真的有意義嗎 媽媽就說 別人笑我太瘋癲 我說他人寒不穿 其實你不可能撿得完 但是 你就當你是傻 你看到她 待會出去那堆垃圾 都沒有一個 即是她可能是一筆仔 是不是很厲害呢 不是的 但是我很想更多人知道 其實大家覺得 他們是做不到 其實又做得到 每人一個很小的舉動 其實可以影響是很大 Sera最希望影響到的人 當然是琪琪 由她兩歲開始 Sera就帶她做不同的義工 心間細作 總會見到收成 我很相信就是 每一個活動 或者做每一件事 其實她是會有得著的 我們那天去day camp 她就很想遊說 她的表妹一起去 因為我們的day camp之前說了 我們去玩 另外都會自己帶幾個垃圾袋 都是出來玩 大家出一點點力 所以她有說過 我們去到會撿一下垃圾 那些垃圾 如果飄了到海 就會這樣這樣 你有沒有見過 有飲桶入了龜的鼻子 就會塞住了 其實她真的知道 有一個垃圾袋 容容 去那邊 乾一點的泥 才告訴你 好恐怖 在媽媽心目中 琪琪從小到大 就像一隻無時停的開龍鳥 你多不多說 是啊 很多 陪她做回自己 就是Sarah最大的心願 叫到今晚凌晨 叫一日 拜拜 我也有問過她 你將來想做甚麼 她都不知道 我們當然一般 你想不想做醫生 律師 她全部都不想 所以我相信她將來 都是想做一個平凡人 所以不用太迫她 我想她將來大 不是愛心爆棚也好 但一定要有愛心 琪琪今年九歲 準備踏入青春期 母女之間的親密感 不知道會不會冷卻 但可以肯定的是 母女的得著 不僅是開心回憶 這麼簡單 你看到她 開心的形象 是維持了這麼多年 我覺得 有些事情 小朋友不是假裝出來的 我相信 她是完全 那種無憂無慮 令我覺得 很開心 很自豪 雖然我參加 執納獸這個活動 不是很多次 每一次我就認識了一個年輕人 有讀大學的女孩子 也有 這些年輕人 會參加這個活動的人 真的不多 希望阿琪就是 其中一個不多 其中一個